第七百一十一集 终于这个男人停了下来 他在水里站了起来 露出了一身结实的脊植 然后向李延欣吹了一个口哨打 美女 想学不 来 哥哥手把手地教你 李延欣没有理会他 心思透彻的他 在这个男人来的瞬间 他就知道他有什么龌龊的心思 那无非就是过来显摆一番 怕我妹子罢了 美女 给个机会呗 我游泳功夫很强的 床上功夫更强的 男人不识趣地说 我嫌你三秒钟内闭嘴 马上滚开 叶浩宣怒了 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只要他带着女人出行 那不管走到哪 都会有一两个不识趣的傻逼 过来当着他的面挖墙脚 呀 哥们儿 脾气挺大呀 混哪儿的你 男人把眼睛一摘 冷笑地看着叶浩宣道 几乎是在同时 另外一侧有三个同伙 游了过来 把叶浩宣团团团地围在了正中间处 看那样子是要找麻烦了 哼 混地球的 叶浩宣淡胆地说 怎么 看哥们儿这姿势是想比划比划 不用比划你不行 这妹子我看上了 你有意见吗 男人嚣张地说 这是我的女人 你只能看 不能说出来 叶浩宣说 可我已经说出来了 男人歪着脑袋说 你再说一次 叶浩宣淡淡地说 我说 这妹子我看上了 我要把她弄到床上去 你同意不 哈哈哈哈 男人大笑我 对着叶浩宣比了一个忠诚 叶浩宣突然猛地抱起 向前轰出一拳 在水域中 人的力道是受到重重的限制 但是叶浩宣这一拳 在水里面砸出 似乎是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他这一拳轰起 像是一颗炮弹一样 轰出一喷水花 从水中直接砸到了 男人的胸口处 扑 男人嘴里喷出了一口清水 然后身形竟然 被从水里面轰出水面 两米多高 然后重重地落在水里 这还不算完呢 这倒霉脆的呀 叶浩宣一跃而起 跃出水面 然后一脚压了下去 这一脚的力道是极猛的 这货直接被踹到了水底 半天扶不起来 卧槽 这一小子下手黑 上 男人的几个同伙吃了一惊 他们这才意识到叶浩宣 原来是个半猪吃老虎的主 一个人到底是要强到什么地步 才能把一个一米八的人 从水里砸出来 但是同伴受伤 他们不可能置之不理 他们猛地扑上前去 几乎是同时一个猛子扎入水中 在水底快速地滑动着 向叶浩宣抓来 叶浩宣双腿以及后腰 被几个人从水里抱住 然后几个人拼命地用力 要把他拖到水里去 叶浩宣一声大喝 身形猛的一阵 强大的浩然真气四散而去 他周身四处的海水 出现了一片短暂的真空地带 他周身方圆两米内的海水 被一扫而空 随着三声闷哼声传来 那三个男人被震飞出去 叶浩宣扑上前 一把抓住一个 把他按在海水里 这货刚开始憋着气 但是叶浩宣一拳砸在他后心处 他一声闷哼 然后一大口的海水灌到了嘴里 这货拼命地挣扎 但叶浩宣死死地按住他不放 直到感觉这货的极限 到了这才一松手 他这才从海水里浮上来 大声地咳嗽着 同时拼命地向外吐着海水 怎么样 还有来不 最先挑事的那个男人已经浮出水面了 但是他惊恐地看着叶浩宣 一时间也不敢上前来找麻烦了 不不不不不 不来了 咱们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 打打闹闹 是解决不了事情的 这男人连忙地摇头 喂 离我远点 叶浩宣不耐烦地说 几个人连忙点头绕过叶浩宣 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岸边游过去 这种渣男 你应该多给他们灌点海水才行的 李延新道 差不多就算了 来这里是玩的 可别破坏了心情 叶浩宣笑了笑 好吧 我感觉可以了 丢了游泳圈吧 李延新犹豫了一下道 好 叶浩宣把游泳圈 从她的身上取出来 丢到了一边 然后李延新试探着 向前游了几步 虽然她的动作还有些生疏 但是至少沉不下去了 哈哈 我学会了 李延新兴奋地尖叫 然后扑腾着向里面游去 叶浩宣连忙地跟上 李延新学东西的速度 还是相当快的 在这里游了一阵 就掌握了很多技巧 现在她在水里 不停地翻转着 自由地游泳 就像是一条美人鱼一样 不知不觉 两人距离岸边已经远了 那再向前 可就是深水去了 回去吧 太远了 叶浩宣导 我游不动了 李延新养在水里 气喘吁吁地说 明知道现在自己的体力不行 你还逞能 来 我背你回去 叶浩宣无奈地笑了笑 李延新爬起来 双手揽着她的脖子 然后乖巧地扶在 叶浩宣的背上 叶浩宣只感觉到 背后两团柔软 紧紧地贴了上来 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机灵 原来这个女人也挺有料的嘛 你的脑毛病似乎又犯了 趴在她背上的李延新 瞬间便感应到了 叶浩宣的心思 她有些恼怒地说 没有 我绝对没有一丝其他的心思 叶浩宣信实淡淡地说 口是心非 不许乱想 男人都是这么龌龊 李延新恨恨地说 搂着她的双臂 却又下意识地紧了紧 男人都是食肉动物 这很正常啊 叶浩宣一边说 一边向前游 我突然想 就这样抱着你 一辈子 李延新把脑袋贴在叶浩宣的肩膀上 悠悠地说 可以 我背着你在海里游一辈子 咱们两人坐得愚人夫妇算了 叶浩宣笑的 我倒希望这是真的 有时候我恨自己 干嘛要有那么多的心思 明明心里爱着你这个混蛋 明明自己可以为你不顾一切的付出 可偏偏接受不了你和别的女人 一起分享你 李延新叹道 对不起 是我的错 叶浩宣欠久地说 李延新不语 只是搂着叶浩宣的双臂更紧了 在这一瞬间 他几乎想把自己融化在这个男人的身体里 终于游到了岸边 李延新游泳 游了大半天了 也着实累了 他躺在海边一张遮阳伞的躺椅上休息着 要不要我帮你涂抹防晒霜 叶浩宣小兮兮地说 本姑娘不需要那些东西 还不知道你混蛋心里想了什么握住心思呢 李延新怒道 我哪有你想的那样 我是医生 在医生的眼里是没有性别的 叶浩宣尴尬地说 事实上你就是一个禽兽 李延新瞪了他一眼道 叶浩宣无奈地丢下防晒霜 李延新霸占了躺椅 他只好躺在地上的沙滩上 就在这个时候 游泳的安全负责人 拿着一个高音喇叭喊道 水里的都出来 涨槽了 赶快出来 涨槽 叶浩宣微微地一愣 现在的时间怎么可能会涨潮呢 他连忙坐起来一看 果然呢 海水正在以极快的速度上涨着 而且远处 原本平静的海面上 现在变得有些波涛汹涌 远处的海水变得有些墨绿 一眼看上去 显得阴森恐怖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李延欣坐起来诧异地问 这不是普通的涨潮 你看那浪 很高 很害人 叶浩宣指着远处翻滚的海浪 难道要起台风了 可最近气候一向很好 没有台风的 李延欣问 不清楚 涨潮不是这样的 而且你看 这水涨的速度很快 比一般的涨潮快了好多倍 叶浩宣指着海水 果然 海水 以极快的速度向上掌握 很快就没到了两人的遮阳索效 海里游泳的人纷纷地上岸 然后对着海水一路纷纷 那里还有人 突然有人惊呼了一声 指着海水深处 果然啊 在距离海滩数百米的地方 有一大一小两条人影 正在海水里艰难地向岸边游来 但是身后的一股股巨浪正在向这边翻 这浪虽然并不算很大 但是两人的身影在海浪里显得是十分的渺小 快 快去救人 海边的工作人员急切地说 来不及了 你可那浪 一亿时间众人在海边急得团团住 现在海上风云骤变 就算是救生员过去了 救生舟也会被打翻 而且看那两人还带着游泳圈 这种不熟识水性的人一遇到险情 就会显得十分的慌张 到时候可能会连救他们的人也拉下水 谁也不愿意去冒这个险 去救两个和自己不相干的人 是那个小女孩 李延心猛地站起来 有些急切地说 我要去救他们 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海水里面的一大一小两条身影 正是在汽车上遇到的小女孩乐乐 和她的母亲 你算了吧 刚学会游泳的汉鸭子 我来 叶浩轩一把把她按倒在椅子上 看得出来李延心很喜欢那个小姑娘 如果她出事了 李延心会难过的 而且见死不救 不是叶浩轩的为人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快速地向海边奔去 叶浩轩的速度极快 几乎是化成了一条残影 她快速地向前倚扑 然后四脚飞它 就像是安了高速马达的游艇一样 海水翻起高高的浪花 伴随着浪花 它就像是一颗炮弹一样 在水里穿行 我靠 这速度 还是人类吗 岸边的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水里的叶浩轩 他要是去参加奥运会的话 绝对秒杀所有的人 数百米的距离 几乎是不到一分钟就到了 叶浩轩跑到小姑娘的身边 一把将她抱在怀里 然后对她说 抱紧我的脖子 她说着 一把将小姑娘背在了自己的背上 小女孩可能是被吓到 她紧紧地抱着叶浩轩的脖子的 谢谢叔叔 来 我拉你 把游泳圈丢了吧 这样会产生阻力的 叶浩轩向乐乐的母亲伸出手 谢谢 少妇向叶浩轩伸出手 叶浩轩背着乐乐 一手拉着她的母亲 用另外一只手快速地向岸边游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异象骤然升起 只见一个巨大的漩涡突然出现 紧接着从漩涡之中 升起一条两米高的巨大水柱 然后这个水柱化作了一阵巨浪 向着三人翻滚而来 岸边的众人不约而同的一个惊呼啊 这个巨浪来得太突然了 而且她的个头极大 足足有数丈高 在港地除非是刮台风啊 否则的话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巨浪 李延欣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她失声喊道 叶浩轩 快快回来 这个巨浪形成 叶浩轩和那对母女在这巨浪之下 几乎和蝼蚁一样渺小 叶浩轩感觉到了极强的危险 如果说这个巨浪落下来 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而且身后的那个巨大的漩涡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不是隐藏实力的时候 她用右手一把揽着少傅的腰 然后喝她 乐乐来 让叔叔拉着你 乐乐松开了叶浩轩的脖子 叶浩轩一把抓住她的手 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体内的浩然真气贯通双足 一声大喝 猛地在海中一顿足 呜呼 三条人影突然间涌出海面 叶浩轩一手揽着那名少傅 一手拉着乐乐 保持着身体的平衡 然后浩然真气毫无保留地发出 在海面之上是向前狂奔了 卧槽 清宫水上瓢吗 在海边的一众人 那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海面上的三条人影 现在的海水涨潮的速度极快 几人所在的方位至少有杖鱼深的水 叶浩轩两手拉着两个人 几个加起来足足有三百多斤重啊 可他竟然能在这海上狂奔 这是电影中武林高手才能做到的吧 海面穿行的速度 当然要比在海水中游泳 那速度要快得多了 而且为了保持在水面上的平衡 叶浩轩不得不快速地奔起 他踩着水 一手搂着少傅 一手拉着乐乐 几乎是像离弦的剑一样在这海面上狂奔啊 百米的距离几乎是瞬间而止 叶浩轩奔到了岸边 然后向前缓冲几步 这才停了下来 踩到沙滩上软和的土地 少傅这才松了一口气啊 他摊坐在沙滩上搂着自己的女儿 他感觉到一阵后怕 如果不是叶浩轩 今天恐怕真的会有危险 谢谢你 你救了我们 少傅紧紧地抱着女儿感激地说 不用客气 举手之劳 叶浩轩笑了笑 你没事吧 李延欣抓着叶浩轩的手紧张地问 没事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道 啊 没事就好 李延欣松了一口气 好 好羊的 海滩上这时才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对于叶浩轩刚才的状态 这些人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没有人会有胆量在这么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的 也没有人会有这么强的实力在这海面上行走 谢谢叔叔 乐乐抬起头说 不用谢 以后游泳不要去深处 叶浩轩笑道 是我的错 以后我会注意的 谢谢 我叫吕珍 少傅定了定时 狂跳的心情算是平静了下来 他站起来向叶浩轩伸出手道 港地三大家族之首的吕氏集团 叶浩轩微微地一睁 是我 吕珍微微笑道 今天非常感谢你 叶浩轩 叶浩轩伸出手和他握了一下手 你是医生 吕珍诧异地看了一眼叶浩轩 这才感觉似乎是在哪里见过叶浩轩 不敢当啊 我在港地已经被人喷成狗了 叶浩轩笑了笑 那些无知的人 何必在意呢 我是出来度假休息的 今天要不是你 我们母女真的危险了 吕依是会好好地感谢你的 吕依真说 看 浪平了 海面恢复平静了 有人突然叫他 叶浩轩回头看去 只见刚才的海面已经恢复了平静 而潮水也慢慢地退了下去 有些奇怪 这个时间不可能有涨潮的 而且涨潮也不可能这么快 也不可能退得这么快 吕依真奇怪地说 这一定是另有原因的 叶浩轩抬头看天 只见刚才晴朗的天空变得有些灰暗 半空中的太阳光滑显得是相当地柔和 而在太阳的四周 有一圈类似于彩虹一样的光圈 天星异象 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吧 李延欣抬头看着半空喃喃地说 快看呐 好多龙虾呀 你们看 好大的个头啊 不知道谁一声惊呼 起气 갖掉顾 彩虾 没有 只是